快到西苑的时候 一股浓烈的石臭味扑鼻而来 一块不知从哪飞来的木头砸中了阿民 宁愿还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说 快滚 桃园市 位在台湾北部 几邻大台北都汇区 这里人口稠密 总人口超过两百万人 但在繁华的市中心内 沉悠着一栋残破不堪的大楼 注立在此 这里被荒废了多年 底头早已人去楼空 但却在一楼门前 有着一排神主牌位 让不少经过的路人好奇 这里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希尔 欢迎收看本集的都市传说 今天这集 就让我为大家介绍 桃园正发大楼 位在桃园火山附近的正发大楼 前身是一栋百货公司 兴建于巴黎年代 在这地下一层 地上五层的商业大楼里 不仅包含了美食节 卡拉OK 游乐场 还有服饰店 理容院 以及宾馆等消费场所 而三四楼 则是华国大戏院 因此 当时的人们 多半直接以华国戏院来代称此大楼 在巴黎年代 当时的台湾经济 正快速地成长 那是一个被称为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 民众有钱以后 并有更多的娱乐消费机会 而华国戏院 正好搭上了这班经济列车 当时的商场 总是人满为患 出出可见汹涌的人潮 但这部美好的光景 仅在华国戏院里 持续了十年 1990年1月27日 这天是大年初一 所有桃源的市民 都曾经在过年的氛围 但约目在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阵阵刺耳警报声 划布天机 好几台消防车 穿梭在街道上 隐蓝火警的 正是位在华国戏院地下室的茶艺馆 虽然在接获报案后的三分钟内 消防人队员便抵达了现场 但因为整容大楼的装潢 都是一览材质 火势迅速蔓延 整容大楼 瞬间成为一片火海 而里头的格局相当复杂 许多通道都堆满了杂物 以至于无法进入侯场救援 最后 在消防人员不懈的努力下 大火中被扑灭 消防员沿着残破不堪的楼梯上楼 陆续发现已被烈火烧的 焦黑的罹难者 其中 在华国戏院的厕所里 发现了成堆的罹难者 一共有19人 堆疊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由于通往顶楼的逃生门被锁死 导致当时被困在戏院里的人 无处逃生 最终 攻造成了28人命伤于此 而这28名罹难者中 有几名遗体严重烧毁 而无法辨别身份 于是 相关单位便在大楼的一楼处 设置灵堂 供奉那些不幸遇难的亡者 华生戏院也在这样的事故以后 就此荒废 在大楼的外墙上 还一息可见烧焦的痕迹 让不少路过此处的民众 总会感到一丝寒意 有的人 甚至还会刻意绕路 不经过华生戏院 少了华生戏院的人潮 周边的店家也逐渐的没落 曾经辉煌了商场大楼 也随着时间流逝 成为了一个充满灵异传闻的废墟大楼 90年代 台湾各大电视台的灵异节目 都纷纷到此取景拍摄 香港灵异节目 怪谈的制作团队 更曾先后两次到此探访 但却都因随行的法事感应到危险 被迫中断拍摄 多年后 曾有一名网友阿明 在脸书社团灵异公社 分享了关于华生戏院的恐怖经历 故事发生在火灾后的十多年 因为学业的关系 阿明独自一人离乡背景 来到了桃园 但很快的 他便融入了新的生活 某天晚上 他和同学阿伟到车站附近吃晚餐 在回程的路上 经过了一被废弃的华生戏院 阿明若有事无地看着这栋大楼 身旁的阿伟便喊了他一声 快走啦 由于阿伟是土生土长的桃园人 或多或少 也听过过关于华生戏院曾发生的事情 而当阿明这个外地人 从阿伟口中得知后 便问阿伟要不要进去里头看看 你疯了 我才不要咧 被回绝后的阿明 也只好作罢 过了一周后 压抑不做好奇心的阿明 又再次找阿伟一起去华生戏院看看 如意料之中 阿伟依然拒绝 很多人去里面探险 后来都出事了 里头真的很凶 我们还是别冒险吧 而阿明向阿伟保证 你放心 我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只要一有不对劲 我们就马上离开 说不过阿明 阿伟最后还是同意了 首先来到探险的当天傍晚 两人先到附近的土地公庙 求个平安 随后 来到了华生戏院楼下 两人在一楼门口的灵堂前上墙后 阿明便拿出两枚石原硬币出来宝贝 询问爬爬在此的亡魂 是否同意两人进入 醒杯 阿明大声地说着 于是 觉得同意后的两人 便走进了大楼 一楼大厅是一片废墟 什么东西也没有 但两人却不停地直冒冷汗 两人通过堆满杂物的楼梯间 来到了二楼 这时 突然听到一连串的巨响 就像是有东西杂物的声音 顿时间 两人被吓得双腿发乱 稍作镇定后 两人继续往上走 阿明走在前面 阿伟则紧跟在后 但约束往上走 心里的压迫感就越沉重 不断从破碎的窗户 关进来的风声 听起来 就像是悲悯的哭泣声 两人跨越了封锁线 走进三楼的厕所 看见的四周 全是被熏黑的墙壁 地上还有烧过金子的痕迹 阿明把提前准备的金子 和香拿出来祭拜 并再次用两枚石原硬币宝贝 试图与亡灵沟通 阿明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当作得到否定的答案 随后 阿明问了一句 你们是不是很想回家 两枚石原落地 一阵一反 事情不会 这时 金子也烧得差不多了 两人离开厕所 继续准备往四周前进 忽然间 与阿板上的砖块砸落下来 险些砸中两人 阿明便重新保卫问道 请问这是要我们别再往前的意思吗 请问楼上是否更危险的存在 请问我们该离开了吗 一连三个醒堆 让气氛变得紧张 阿伟打破了临近 好了啦 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但阿明心想 都到了这一步 还是想上楼一探酒精 于是 他让阿伟在楼梯间等他 记着不顾宝贝的指示 独自一人继续前往四楼 没想到 上楼没多久后 一块不知从哪飞来的木头 砸中了阿明 让阿明不禁大喊了一声 你还好吗 阿伟从三楼的楼梯口喊着 阿明摸了摸头说没事后 便继续往里头走 在快到戏院的时候 一股浓烈的石臭味扑鼻而来 阿明干咳了几声 正当他要走进戏院时 门口的上方 一根和大腿一样出了木头 直直落在阿明眼前 不到十几公分的距离 阿明吓了一跳 宁愿还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说 快滚 看来 不走是不行了 阿明赶紧跑回三楼 就在楼梯前看见阿伟躺在地上 昏了过去 他把阿伟叫醒 阿伟醒来之后 阿明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上去之后 我只记得闻到很浓烈的臭味 然后我看见了好几个白色的人影 从我面前上楼 之后 我就不记得了 说完后 阿明赶到身后的楼梯 传来了一股寒意 他回头一看 竟看见楼梯上 站了一排人影 直定定的望向两人 两人吓得急忙冲下楼 死命的逃窜 事后 经文未定的两人 回到了土地公庙拜拜 但才刚到门前 不知道是惊吓过度 还是太疲累 竟然和阿明昏了过去 在昏睡的这段期间 阿明梦见了土地公对着他说 过来吧 他们只是不懂事的年轻人 让我带你回去你该去的地方 说完后 一个半透明的人影 从阿明的背后出现 跟着土地公向远方走去 而阿明醒来后 也感觉轻松许多 并告诉一旁担心了阿伟 没事了啦 我们回家吧 这次恐怖的探险 也有境无险的结束了 而后来的几年 阿明和阿伟 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每次经过华城西院时 回想起当时的经历 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后来 在2009年 因为都更计划启动 这段荒废了将近20年的大楼 才被政府下令拆除 在大楼拆除前 曾多次举办大型的超度法会 并向位在一楼的28个神主派 移至附近的一名庙 不久后 大楼随即拆除 拆除后的空地 被挂成为一块公园绿地 但这块平淡的草地上 除了七棵树之外 什么也没有 当时 就有风水家认为 这七棵树 是刻意布下七星镇 以为此地除杀 但面对传闻 当局随即否认了这个说法 七年后 有建商买下此地 并在此地盖下一栋住宅大楼 虽然当时有不少网友表示 即使房价再便宜 也不敢入住 但当时 只用新盖的大楼 以低于行情的价格贩售 在还没完工以前 就全数销售一空 直至今日 也从未传出有灵异事件发生 各位 很可怕吗 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对我来说 更加令人感到恐惧的 是造成天人永格的灾祸 那28名华镇戏院的罹难者 怎么也想不到 只是看一场电影 却永远回不了家 在哪里 嗨嗨嗨嗨嗨嗨嗨